欢迎来到我们建筑新乐园节目 我是都市侦探李钦志 那么最近很多人他们很喜欢去台南 因为台南基本上是一个文化都市 那么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坐高铁 到台南去就觉得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度去一样 那么在那边也不会像台北那么紧张 那么有压力 也那么这么的充满恐惧感 那台南的确是一个让人家很觉得很开心 然后又舒服 那我们的学生从台南来的都觉得台北真难吃 什么东西都很难吃 那台南好像什么东西都好吃又便宜了 所以也有一些人就开始到台南去 移民到台南去了 那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做渔夫 那他前几年就已经移民到台南去了 那这几年他出了好几本书 都跟台南有关系了 那要跟很多的读者们来介绍说台南到底有什么幸福的事情了 那过去他出了一本叫移民台南 那最近又出了一本书叫做乐居台南 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渔夫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这个渔夫你好 是我们李老师好 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 渔夫其实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 因为他过去他不仅写文章 他还画漫画 然后也做很多关于媒体的工作 那也出了很多的书 那事实上渔夫对于建筑非常有兴趣了 过去他也花很多的时间 跟他太太然后就周游列国去看了很多不同的建筑 大概他看的建筑 大概国内很多的建筑师都比不上 因为他看了很多很多的建筑 那居然这几年居然就好像突然比较少看到他 原来移居到台南去了 我也是非常有兴趣 我想知道说这个动机 为什么会突然想要跑到台南去住 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吗 我是在大概2008年的时候了 那时候我已经48岁了 那我就想说 人的一生大概从你从大学毕业以后 就是大学毕业以前是求学 那你毕业以后就开始有一个工作 然后你可能做的还不错 然后慢慢的就变成这个行业里面的主管 可是有一天我在想 我说那假使再过来人生也不过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现在还剩下一点点的青春 那这一点点的青春我要怎么用它 那如果再过个我已经很快就要50了 那时候了 那现在已经50几了 那你想想看吧 从50到你大概就是到了70你体力还可以 可是过了70以后就难讲 所以人生如果说有一个机会让你自己去选择一个 从来的一次机会 那就是只剩下我最后一次的抉择 所以那时候就决定我一定要搬到这个中南部去 但是我不是一开始就要搬到台南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跑到台中去 因为在台中教书嘛 那我就跑到台中去的时候 我就找到那个胡志强 胡市长 那胡市长听到我要往中南部跑 他就觉得说 哎呦这个好耶 你赶快来啊来我们台中住啊 那我就跟那个市长就半开玩笑的讲 我说市长 我刚刚从那个中南部下来 我就看到你们好大一块招牌 他说什么招牌 我说就写着这个金钱报欢迎你 台中地标 我个人感觉 我说其实我心里面在想 台中或是台北或是高雄 这些大都市都太大了 就说这些都市其实也不是没有好吃 好玩的嘛 可是他的问题就是在 假如说你要吃一个好吃的东西 那你恐怕要走一段很长 你的交通成本就耗费很大嘛 尤其在台北你要搭捷运的话 还要特别注意看这个 没有什么事情了 然后深情紧张了 不过我在讲的重点是在 在大都市里面啊 假设说你要到好玩好吃的地方 你耗费太多了 成本也很高 你看比如说我们到东京 那你知道这个东京是连续七年的 米其林的美食之都啊 可是你说在东京有没有好吃的 很多啊 很多啊 但是你要你光搭地铁 那些很辛苦 那些钱就不得了了 所以后来我才选择的台南这种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和平 八十万人口到二级的城市 嗯 好我们等一下继续听这个渔夫来谈谈 他怎么移民到台南去 欢迎回到我们建筑新乐园节目 我是都市侦探李亲自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特别邀请了渔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他其实最近也出了几本书 都是跟台南有关系啦 因为他移居到台南去哈 那么呃我们就在谈说 其实很多人可能在想说 可能要一直要等到自己已经六十几岁 可以退休才能去移居到台南 不然工作怎么办 是啊 所以李老师这一点讲到很重要一点 就是其实我有我的很多读者就跟我讲说 啊啊你去你会当成我 我怎么会当成我啊 对啊 我说你你如果真的你要搬到 不管是搬到台南或者是包括全世界任何地方 你第一件事情先想说 我为什么要搬来这里 再想说你怎么赚钱 嗯 那这种例子哦 多多的是啊 呃比如说我有一次去纽西兰 嗯 那有一个大概是 从头到尾都是他 他在载我 就是他是我们的司机 就是 然后呢 兼导游 那就蛮有趣 他一路就带我们走 那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为什么会跑到这里啊 嗯 他说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来纽西兰爬山 我觉得这个国家太漂亮 我一定要来 我非常喜欢爬山 嗯 然后他就真的到他纽西兰了 那我说那你到纽西兰你怎么活 他说那我现在不是活下来吗 我现在就带着你到处走 嗯 然后他刚去的时候 他连英文也不会讲 他就自己跑去 这个去补英文 然后慢慢思索 那在台南这种例子多的 非常多的年轻人 比如说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 还是去做民宿 嗯 那他到了台南以后啊 他就去找了一栋啊 老房子 然后呢 他就去研究那个老房子 到底是 这个房东是谁 嗯 那他就 就写了一个企划案给那个房东 他就跟房东讲 他说 呃 我很诚恳的告诉你 我现在有这个企划案 然后我准备要 怎么样来做我的民宿 嗯 哎 结果没有多久 那个房东居然回他了 房东跟他讲说 你的企划案写得非常好 嗯 那我的房子反正也没人住 但是这样子啊 我也不晓得 你这年轻人 倒是说真的 还是说假的 他说我给你两年的时间 嗯 你照着你的企划案做 从此以后我就租给你 嗯 要不然我两年后 我就把你赶赶走 嗯 好了 那这个年轻人就 就在那边开始 他做的生意非常好 他的那个民宿生意非常好 谢宅吗 不是 另外一家 他本来还有卖咖啡 现在是不卖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做咖啡 嗯 那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会来 来到台南 他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他说台北是我睡觉的地方 但是台南也是我生活的地方 嗯 他很简单嘛 他说我在台北的时候 他是engineer 嗯 他到台北去的时候 他说他在台北的时候 早上一大早就出门 然后弄到生机卖艺 就回家 嗯 明天早上又一大早出门 他说简直是每天都是台北 只剩下他睡觉的地方 对 嗯 所以他想要过火 他就过生活啦 所以呢 他就跑到台南来 那时候他也没有想说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钱啊 或什么 那最近又两个年轻人 蛮有趣的 他们家 做的面啊 在那个阿乌廖 蔡奇啊 嗯 他那个以前老一辈 在做那个 做面摊啊 就不会干净嘛 大家都把他叫做阿乌米 阿乌米 这个阿乌米 听起来就不好 就 但是生意非常好 是用炭火去背的 炭火去做煮面 他讲好这个啦 啊就是环境较壞 嗯 可是他有一对 双胞胎的这个兄弟啊 一个在故宫当导览 嗯 一个在那个出版社 当 就是当做出版 都在台北 是 都在台北 然后他们两个就把工作辞掉 嗯 因为他妈妈也在 也不能做那个面店 他们就跑回去了 跑回去了 两个兄弟呢 当然就是已经曾经来过台北了 嗯 所以呢 他们就把他们一些想法 然后给他做的非常有那种 日本的那种 馋味的这种店面 也是在卖面 那我说 那你不是跟你以前差太远吗 那个以前是故宫导览员 跟卖面是什么关系呢 然后出版跟卖面是什么关系呢 可是这些人 他们常常会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假使说你要到一个地方 你先不要去想 你要你要赚什么钱 你要应该先去想 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嗯 可是你真的是回想起来啊 嗯 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上下班 我们还要搭很花很多的交通费用 什么你把它算起来 你可能在 呃 比如说跑到台南去 你可能收入比较少 但是相对的 你赚到生活 你而且存的比较多 哦 真的 哎 所以听于夫这样讲 其实我们很多人的观念就是 我们都不太敢移动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 总是要一直到了 退休啊 到很老的时候 才能再去享受你的生活 可是那时候太晚了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跟李老师在谈 也蛮有趣的一点 就是 我那时候 我去台南的时候 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嗯 就是 到底老 老 人上了年纪以后 老年人应该住城市 还是应该要住在乡下 嗯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 后来我觉得 我 我跑到那边去住的时候 终于找到答案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件事情 欢迎回到我们建筑新乐园节目 我是都市侦探李亲自 我们今天特别 请到于夫来谈谈 他为什么要移居到台南 他其实提到一个观念很棒 就是说 其实 呃 他其实也不算是退休了 他就是 开始第二个人生了 在台南那个地方 因为他 他想要过另外一种生活 那其实我们平常就是 好像我们 一般人都是一辈子都被 工作绑住了 然后忘记 应该好好去过 你的人生了 那他很多人就是担心 工作的问题 可是于夫告诉我们说 其实你先不要担心这个事情 你找到一个地方 你觉得在那边可以 好好过生活 你到那边去之后 这个其实工作啦 或是生活上的问题 其实不是那么难 对不对 对 嗯 那你说为什么 人家老了或退休了 应该住哪个城市 应该怎么去选择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就是 我那时候到台南的时候 是这样想 要把我妈 我妈妈一直长期 跟我住在台北 嗯 那我一直要说服她 要跟我到台南去住 那我妈不愿意 是因为 我们的小孩都长大 我的小孩啊 嗯 那 我妈妈一直要的这个 要等她的金孙 结婚了以后 她才要 她才要离开台北 但是她一直觉得说 她的朋友都在台北 然后她一直感觉上说 这一个 她有辛苦面条 她就要在台北开医院 在去医院 可是我那时候 一到台南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要先住在都市 就是说我不会一下子 跑到那个这个台南其他的区域 比较山里面啊 或是什么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住在都市里面 那为什么要住在都市呢 第一点就是 我一定要先了解 这个都市里面 我一定要建立一个人脉 嗯 那这个人脉 当然就非常复杂了 包括当地的学界 艺术界 然后这一个医生 那尤其是医疗 所以我一直觉得老人 应该住在 住在这个 都市里面 因为他的医疗资源 最丰富 对 而且他的这个生活技能 最多 嗯 那 也就是说 假使说上了年纪以后 你想要再 你想要再进一步 跟有一些 其他的 再学习 那些都市技能 都非常的重要 嗯 所以我那时候 我就选择先在台南 这个市中心去住 然后呢 呃 住了五六年以后啊 我现在开始想要 我第二步应该是 到乡下去准备一个工作室 嗯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可以在都市里面 先 有一个自己的据点 然后你在 在乡下里面 也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那也就是你可以来回的跑 可是你要知道说 现在台湾的建设 我常常有很多人问我说 台湾有多大 我说台湾很大 他多大 我说东到中央山脉 西到台湾海峡 你要搞清楚 可是问题是 以我们台湾目前的 这个建设啊 来讲 其实台湾现在到 每个地方 大概就是半个钟头 到一个钟头 嗯 其实我们的东西向的 高速公路都已经盖好 嗯 所以现在 很多人发现到了这一点 那 到台南去住了以后啊 我才发现说 有老城区这个地方 跟我们过去的园区不太一样 嗯 我们过去 县市政府希望说 有人搬进来 县市政府的首长 希望有人搬进来 就开始搞什么园区啦 什么科学园区啦 什么园区一大堆 嗯 然后因为你 你开始要弄一大堆园区 所以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以车为思考 来设计这个都市嘛 嗯 你就会把 这个土地让出来给车走嘛 可是在台南这种老城区啊 尤其是台南市啊 我知道不是 什么科学园区 就是台南市的这个 这个 Downtown这个地方呢 他就变成 他开始会去 思考说 因为老城区会老化嘛 嗯 会老化 唯一能够救他的就是观光嘛 对 那因为要救观光 所以要用人来设计嘛 嗯 所以 这一个城市慢慢他就开始回去往朝着往人的这个方向去设计 嗯 比较少的车子进来 因为你想我们开一部车你如果到你开你到台南去玩 然后你开了一部车你要在台南市停来停去你很难停啊 那你们在台南都怎么移动 那你们在台南都怎么移动 啊就是脚踏车 你会看他跑到我密码 哈哈哈哈 他如果是脚踏车就不一样了 嗯 你就随时会停下来嘛 所以你就会随时去消费 对 这样子反而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讲 嗯 他会是比较正面的嘛 而且消费的 的这种份额 就是他的扩大就会比较 比较多了嘛 所以台南真的是骑个脚踏车可以到处逛 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一个城市了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请渔夫来分享他移居到台南 有一些非常幸福的事情 欢迎回到我们建筑新乐园节目 我是都市侦探李清志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请到了渔夫来分享他的一本新书叫做乐居台南 那自从他移民到台南之后 他人生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 那他常常就骑个脚踏车 到处跑来跑去这样子 那台南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真的还蛮适合骑脚踏车 大街小巷走来走去 对 怪不得你晒那么黑 我不是只有大街小巷 有时候还跑到那个荒郊野外去 那这本书非常漂亮 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插图 那这些图 都是渔夫他自己画的 这画得很棒 这很多食物啊 或是建筑 那我觉得你食物画得很好 建筑也画不错啊 我说食物画得非常非常诱人 看了就很想吃这样子 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就说如果我到台南去 什么一定要吃的 其实到台南是这样子啊 如果说台南人心中有两张地图了 那我现在也有两张地图了 可是我的新书画的是六张地图 其实那六张地图就是我心中的地图啊 跟假设我的朋友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李老师说 哎呦啊我要去台南找你啊 你有没有空啊 那我就会第一件事情 我会问你说你有多少时间 假设说你只有说 不好意思 我就只要一两点钟而已啊 那当然这个时候就是要让你 不能让你 刚刚您讲的说要到处去骑脚踏车啦 那就没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要怎么办呢 就是一定要让你在两个东口之内 把所有的台南的小吃要吃过一遍 两个小吃吃过一遍 现在台南有一种蛮有趣的就是 我们知道那个 以前啊那个阿扁在执政的时候啊 他有弄一个叫台南的国宴餐嘛 他有三个地方弄过国宴餐 一个是基隆 一个是宜兰 那现在因为那一些小吃店 经过那个大厨的 这个指点以后啊 他们就变成会去做那种国宴 所以他们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啊 全部把它集合起来 吃一餐就可以全部吃到 但是他是跟其他的这个 比如说杜小叶的这个蛋子面 他就跟其他卖蚝贵的肉丸的 什么通通都集合起来 所以你去哦 你坐下来你说 哎渔夫我只有两个钟头 我说那很简单啊 就把你带过去那里 然后马上来所有东西跟你吃 但是我一直在跟我朋友讲说 你们来台南啊 至少要住个两三天啊 他说为什么住个两三天 我说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饭店给你的那个早餐卷 你把他拿 你把他退掉 他说为什么 我那好可惜啊 退掉 我说我跟你讲 台南最最棒的这一个 台南即使三餐之内 最好的就是早餐 这很特别 台南早餐吃很好 吃非常好 为什么 有一次我讲一个趣事 有一次台南市长赖清德 他就刚好那一天 前一天晚上是台风 台风夜 然后他跑到救灾指挥中心去 然后到了晚上 到了早上四点多的时候 那因为实在是 这个很累 他就跑去吃羊肉汤 他不吃牛肉 他吃羊肉 就他去吃羊肉 然后刚好被那个网友看到 网友就把他拍起来就上网 那上网就台北有一位名嘴就跑出来讲说 哎哟市长你早上吃羊肉你不会流鼻血吗 结果 结果很多那种台南人的那个网友通通跳出来 通通跳出来 他们每天都吃这样 哎哟你这台北送你都不知道我台南人都吃这好 台南早上都吃羊肉跟牛肉 牛肉羊肉 碗粿 然后这个 肉粱菜粱 咸味 每天早上都吃得非常好 其实他最精彩的是早餐 真的 哇 我这样听渔夫这样讲 已经快要流口水了 我们等一下再请渔夫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欢迎回到我们建筑新乐园节目 我是都市侦探李清智 我们请渔夫来谈谈他移居到台南 那么哇很多很幸福的事情 单单早餐就非常幸福 因为台南的早餐实在是太 听了都很很想流口水这样子 这个 那你是花多少时间到台南去之后 才开始吃完这些东西 也没有吃完 他现在还很多 应该是这样讲 前两年是靠观光书籍嘛 就看到一些观光书籍 然后就到处吃 然后慢慢开始有认识人 而且认识当地的人 他会带你去 他们就开始带我去 然后就开始进入巷站 巷站就是开始去绕那个巷子 什么的 那个骑个脚踏车到处去绕 那最后呢就开始进行野战 我就已经吃到那个城市外面去了 那我常跟朋友讲 讲说在台南其实他 你问很多店家说你为什么东西好吃 他其实跟你讲四个字 用心跟新鲜 新鲜 就是这四个字嘛 用心新鲜 那为什么讲用心新鲜 第一个你看好 我们那个四目鱼是在大概是在半夜十二点的时候 开始去抓那个四目鱼嘛 那四目鱼 他就要你来的心 他要干干干干 他要干干干到后 他要腥要吐出那个泥沙 然后再慢慢 这个护起来 护起来 那他就开始在那边做处理 如果你是自己 你如果早上吃四目鱼 你这个店家是自己处理四目鱼的话 那你大概要两点的时候就在店里面等 等人家把四目鱼送过来 新鲜的四目鱼送过来 可是还有组啊 对啊就两点多在那边处理嘛 处理到大概是四五点的时候已经好了嘛 那大概就四五点人家就会到了 那你如果想要吃牛肉的话就是 晚上大概是两点的时候宰牛嘛 那大概所以到五点的时候就开始买 可是要争取时间啊 你要五点他只有五点到八点 因为我们这个牛肉有氧化的过程嘛 对对对 所以只有三个钟头的时间 现在就现吃了 对 所以有一次我们的作家李昂啊 李昂跟我很好啊 那吃人家的牛肉硬要被人家带回来台北 人家不给他带啊 结果他就跑到那个高铁站 然后就是找了一个学生去买 买了以后就哇 一路就坐高铁直奔台北 就一圈人一吃吃完以后说不怎么样 当然不怎么样 你新鲜度已经过了 所以他为什么会很争取那个时间是这样子来 那另外就是秋冬的时候来台南也很好啊 这时候处女群啊 刚好是那种螃蟹啦 已经成熟了 然后呢水果 什么水果都已经开始出来 天气又不太热 鸟也来了 什么黑富燕鸥啦 黑面皮鹿啦 然后呢鱼也来了 什么头头蜜啦 乌鱼啦 什么通通都来 所以那个季节 我常跟很多朋友讲说你秋冬的时候来找我最好 入秋以后最好 花也开了 花也都开了 什么花也都开了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 正是来台南最好的时候 所以他们很多人来说 我原来是这样啊 这个时间来啊 可是在台南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 有人都会问我说 姨父你今天吃了半天 我看你也没有什么 我没有鸡多大口啊 然后我说是这样子 我刚去的时候 我大概胖了六公斤 碰到台南的时候 大概胖了六公斤 可是呢后来啊 就是其实你只要是早餐吃得饱 中餐吃得好 早餐吃得好 中餐吃得饱 晚餐吃得少 慢慢的你的体重就会恢复正常 我到那边去的时候 其实现在有些朋友 如果说晚上要找我去吃饭 我会有点头痛 因为我不太晓得晚上要 当然你知道很多餐厅 但是我不太喜欢晚上去吃 所以我现在变得蛮有趣的 就是很多人不相信说 我现在晚上生活很正常 晚上大概就是九点十点 早睡早起 我去台南我看台南好像 九点十点就到处都很安静 就是你很正常的生活 生活的人你就会变成早上 一大早就九点十点跑去睡了 可是你如果是要吃早餐 大概就是你就五点他们就在忙了 你都跑到那个重要的菜市场去 五点人家就很忙了啦 所以你每天早上都很早起来去吃早餐 是啊 我大概都没 所以很多朋友都不敢相信说 我现在早上 其实我现在早上大概是六点到七点这个中间会醒来 那醒来我就大概要准备出门了 就骑下车出去吃早餐 就出去吃早餐 然后一直逛 然后又就喝咖啡又是什么一直逛 逛到差不多十点多的时候才跑回来 那你老婆没跟你一起去 他减肥 早上吃得好一点啊 我会出去我看我会问他说你要不要我买 你要我买我就买回来 然后他想要睡觉睡晚一点 那他不想要 他其实女人嘛 而且跟我一样的年纪上了五十以后 要稍微节制一点 听起来已经让人家很羡慕到台南去居住 然后其实在吃的上面就已经很令人 这个很羡慕的一种生活了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请渔夫来跟我们分享 欢迎回到我们建筑新乐园节目 我是都市侦探李清志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渔夫来 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新书 叫做乐居台南 那这本书其实是他当然移居到台南之后 他的亲身体验 那里面除了他写的文章之外 其实有很多他的设计在里面 你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你要看到那个封面 封面那个画所有的建筑 那张画好以后 那个奇美就打来说 这张可不可以给我们 这其实可以做海报 他们要收起来 他们要收藏 然后我是跟他们讲说收藏以后再说了 因为我不太喜欢 我没有卖画过嘛 不喜欢卖画这样 总是觉得画得再丑也是自己的啦 但是里面还蛮有趣的是 你发现到那个里面还有 还有一个是画食物 所有的食物 对 那那个我们有一位黄叶崔教授啊 他跟我很好 书我拿给他看的时候 他把那书一翻开就看到那一页 整个全部都是吃的两个跨页 就他们讲的非常有趣啊 说哎呦 余副你拍的好棒哦 他以为是拍的 对啊 我跟我记啊 不是我那个是画的 那我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般在画食物都用那种国画啦 泼墨啦 这种异象式的 可是我不喜欢这样画 我喜欢的是要把它画到很像 那因为我受的训练是西洋 西洋画的训练嘛 是 所以我就坚持要把它画得很像 那画到很像有个重点就是 我不会做菜啊 因为我不会做菜 所以我这样一个细细的这样画 我才会知道它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 然后 最对我最大的挑战是材质啊 对 比如铁器 陶器 瓷器 还有各种食物的材质 那个对我来讲是最大的这个挑战 所以我宁愿这样细细的去画它 所以把每样都画起来以后 反而 呃 因为这样子啊 对这个制作者的在利用食材的用心啊 反而有更多的理解 那这本书里面还蛮有趣的 就是我画了六张地图 嗯 那很多人问我说这六张地图 是有跟其他地图有什么不同 我说我这个不是官方地图啊 不是台湾市政府的官方地图啊 台湾市政府如果要做做这种美食地图 他要每一家通通要写进去啊 我这个我不一定啊 这是个人观点 是我个人观点 因为我出了第一本书以后 真的很多人拿着我的书啊 都跑到台湾去吃了 有一次哦 在那个有一家那个摊贩的那个桌子 他就坐到我旁边 那个人真的是很用心的 他拿我的书 然后就是一直在记录这个 他吃的这家店的感觉啊 什么的 我坐在旁边看 看了很久 我后来就忍不住 我跟他讲 我就是那个作者 他被吓到 他没有发现 他没发现 我说你要不要拍个照 我就觉得 觉得他很用心 后来我就干脆哦 他从台北下去这样 对 又从香港来的 因为台湾跟香港 现在有直行嘛 那台湾前一阵子的兰花展 就来了很多香港人 所以香港人也拿着我的书 就跑来了 然后后来我就干脆说 我把六张地图 我心里面的这个地图啊 把它画出来 是我经常去的 那我在画这些地图 我在其实我在写这些商家 或者什么 我其实蛮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这个老板的为人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通常是这样子 你这个老板如果不是很认真在工作的 那你跟他介绍了以后 然后以后去了以后 人家说 哎呀你介绍了 别人要不接 老板怎么办 变成你 虽然我不是 我不是他的股东 但是你变成要负责 那所以呢 我在里面啊 把这个六张地图 就是其实是我自己经常去的啦 跟我们的官方地图 都没有什么关系 但里面还有一点 比较有趣的 就是他有这个QR Code QR Code 就是人家说在干什么 就是其实我是这样子 我每一篇都是先用手机拍的一支影片 先在网路上面播放 那播放过了一阵子以后 我就会开始去写这篇文章 然后再开始去画它 然后呢 到最后就经过一篇文章 大概到出版 它会经过一年的时间啊 那所以在里面有个QR Code 那个QR Code 就是当初我去采访了一个老板的影片 所以你就要 我这个其实是多媒体书啦 然后很多人说 你不做QR Code 我要干什么 我说那就是 你拿了你的手机 然后把它扫描 你就看到那个当初的影片 所以听众朋友 这本书 乐居台南 是渔夫他的第一手经验 然后他也记载了 在台南这些生活里面 很多很棒的事情 很幸福的事情了 那你可以带了这本书 那里面也有QR Code 你到每个地方去 你照着他去 去体会这个渔夫 他所享受的幸福生活 我想是很棒的事情 搞不好呢 因为你带着他的书去看 然后去体验台南之后 搞不好你也会想要 移居到台南去 改变你的一生啦 今天我们很谢谢 渔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